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准了 一方面看得见 一方面是 有可能伊朗的袭击之前已经告诉我要打了 打哪儿说不定 也说了 所以说各国的准备应该还是相当充分的 好 因为这个事件还是在进行当中 很多的消息都是完全不确切 别管是打了哪儿 怎么打的 什么爆炸了 谁伤亡了 谁说的 都不确切 所以我们看到就算是比较主流的美国媒体CBS 做了一张图进行报道 说什么100多架无人机 其实现在已经纽约时报 或者伊朗方面电视上报道已经是200多架是最起码的了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打了哪儿 以色列的南部 北部都遭到了袭击 去侵占他国的格兰高地 也遭到了珍珠党的火箭弹袭击 那么由于是在境外发射的 所以说中间假如经过一些国家的话 这些国家到底是拦截呢 还是不拦截这些攻击呢 比如说约旦就拦截了无人机 美国及英国也说明 自己动用了军事领导帮助以色列 拦截了伊朗方面的袭击 这些是该正在进行的事件中 我们可以确定为真的消息 别人的消息不知道真还是假 大规模的袭击可以确定 伊朗方面怎么表态呢 伊朗常续联会代表团表示 这是根据联合线条第51条 合法的合理的使用了自卫权 对富国主义政权之前袭击伊朗的外交管设的行为 做出回应 那么这次大规模就是袭击的 是对你袭击我外交管设的回应 回应到这儿 那回应有没有个完 还要不要打 那刘立一句说红框框出来 到这儿结束了 你袭击了我的外交管设 我发导弹发无人机 这个事就算完 那么紧接着再说 如果你要觉得没完的话 我们也随时准备升级 有更加更严重的 更广泛的更全面的 但是在这国际国家你说完就完了 而且以色列最近这个动向是吧 很希望把很多国家都拉进战争的泥潭 所以说伊朗也下面补例句 我们说这个事就完了 但你要觉得没完呢 我们也随时欢迎 反正你只要想打 我们就能打下去 有各种各样更加严厉的措施 更加全面的军事袭击 只要你想奉陪 接着要打了 同时呢 大写警告 整个这段发言 他最强调的全字大写的是 US must stay away 美国你靠标战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以色列什么喊话 对国家 我们这个回应 这些都没有美国你站一边 这符合之前有关消息称 伊朗的高级官员获得了美国私下对其回应称 你要打你就打吧 你反正不要打什么美国设施 那么这回呢 又是反正明确的要美国喊话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伊朗向美国释放这个信号 别来占别 那么伊朗是怎么表示 以色列是怎么表示呢 又是这位哈加里 日历先人 只占明明是优惠人员的名字 和阿拉伯语的星期一到星期天 日历说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恐怖布置 那么哈加里呢 现在又出来说了 虽然说伊朗呢 自称是做出了回应 但这个回应呢 有点过 over 什么叫over呢 当然这个东西就留给学者专家 留给大儒去汴京 打反正打了 伊朗就是我们到这就算完 一个点是对等 是比较重要的 他袭击了你的外交管设 你这回袭击的对不对等啊 所以说布林说 他袭击外交管设 七个人死了多少人受伤 那你袭击你也只能造成 七个人死多少人受伤 哪有这么精确 他又不会以色列专门啊 你们这几个人就站在楼边 就等着被伊朗的早蛋打 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怎么样才能做到 不说绝对对等 比较对等呢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么他袭击的是外交管设 你袭击的是军事设施 这算不算对等 他袭击是空军轰炸 你袭击是什么导弹 无人机 这算不算对等 这个留给学者专家去吵啊 那么外个细节 相当值得注意 就是说以色列官方没有认啊 袭击伊朗罗外管设 但是不愿意动路姓名的四名 以军高级官员 接受NYG采访的时候说了 就是我们以色列干的 所以说人家是认 但是不能公开的认 那既然认的话 现在人家 以色列发言又说了啊 伊朗你的回应over 有点过了 所以在这个逻辑里 以色列也认为 伊朗对以色列袭击 伊朗的外交管设 做出回应是正当的 我再捋一遍啊 以色列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员 向NYG表示 就是我们以色列 袭击的伊朗的外交管设 然后现在以色列发言人 记得发布会 说伊朗的反应啊 太过了over 那over的前提条件是 你认为 他有一个合适的反应 对吧 但就以色列官方 不承认之前是他袭击了 伊朗的管设来说 你又不承认了 他怎么能回应呢 你要不承认的话 伊朗对你的袭击 难道不是单方面的挑衅吗 那你使over过火这个词 无非是代表了 以色列承认 伊朗此次大格默军事袭击 作为对以色列袭击 伊朗外交管设袭击的 回应是正当的 合理的 无非就争夺的是一个 你这个是不是太过了 而不是你应不应该 这就是两个点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的是 接下来大陆肯定要变境了 对等不对等 造成这个伤亡到底 匹不匹配 因为我在以色列一场说 如果想要把周边国家 拉下水的话 他要是没这么多人员伤亡 那就说你造成了 大哥们的毁伤 我们是精确打击 你外交管设 你炸了这么多地方 那不对等 你要造成很大人员伤亡 你只有七个军方人员的死伤 我们是什么 小女孩平民 不对等 反正站在以色列立场来说 肯定要说 怎么着 袭击都是不对等的 为了把这个打下去 这个更预计的 那么别的国家 怎么看 之前其实伊朗的外交管设被袭击 连国安理会已经开了紧急会议 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 安理会天天开巴以问题 开了个紧急会就不紧急了 居然还能从紧急中间 插一个紧急会议聊 外交管设被袭击 那么当时这个会议视频 因为我没有时间 虽然我看了 没做出来 主要几个国家 比方说英国 法国 美国 都表示 一致的站在以色列一边 认为伊朗是挑衅的 那我们当然问 不是以色列去袭击了 伊朗的外交管设吗 这怎么还能站在以色列一边 那么英国跟法国的战术呢 铜鸟战法 头埋在沙子里 我不谈什么以色列袭击了伊朗 只说伊朗在地区怎么 伊朗在地区又怎么 伊朗那时候危险升级 破坏和平 妈伊朗 以色列只字不提 那么美国的表态呢 外交管设跟外交官是一定要保护的 但是这次被以色列袭击的 是不是外交管设 我怎么知道啊 如何定义外交管设 如何定义外交官 美国打的是这个牌 他知道你这么说 你想怎么定义吗 你只要不承认 那个是不是外交管设 你不承认他就不是了 所以英美法跟其他一些国家 明确称此字是以色列 单方面挑衅 和一些国家明确称 是伊朗的外交管设 遭袭 没有保护外交人员 就在这个管设里 你别管他什么身份 你都不应该打 截然不同 那这次呢 这么大规模袭击啊 几百架飞机 什么多少导弹之类的 就一些中东的媒体说呢 还不是什么200多架 400多架无人机 那也算是人类就新的一个 战争的形势啊 我们能够见证到 非常大规模的这个 无人机袭击了 400多架 如果是真的话啊 那么之前伊朗的外交管设 遭袭 这些国家都是这副态度 这次伊朗就袭击了以色列 那可以预计到 这些国家会是什么态度啊 所以特鲁多啊 马上就造出来 加拿大条不在安理会啊 你们这时候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非常任理事国 也没有加拿大 所以特鲁多呢 社交平台表态 单方面的谴责伊朗 所以伊朗不顾地区的 和平稳定等等 英国啊 也是一样的态度 我们看下以色列时报啊 说英国呢 将会继续的站在以色列 和其他的地区伙伴安全一边啊 包括约旦和伊拉克等等 所以通过这些实力的观察 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上来看 反正美国领导什么英国啊 加拿大这一派国家 他们都非常相似 甚至完全相同的安全观 就是安全只属于部分国家 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啊 我们英国为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附近的地区盟友啊 包括约旦和伊拉克啊 地区不是盟友的安全 你们就不管了 这安全只属于一部分人 他的盟友 还跟他的安全站在一起 不是他的盟友 你去死也好活也好 所以这种 他就不是一个说 认为大家都能享有安全的 那近代人类的战争和冲突 告诉我们 如果认为安全是稀缺品 只是某些国家的奢侈品 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配有安全的话 那么所有人都不有安全 但是很遗憾 他的这些国家是这副德行嘛 所以说没有变 可以预计到的话 接下来要开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 紧急会议 肯定这些国家 这个表这个态啊 预测放在这边了 那么美国 怎么表态 相当重要 拜登呢 又在休假 拜登特别的 休假时间特别长 跟其他这些总统比起来啊 呃 颤颤巍巍的 CNN拍了一个 他进白宫嘛 总统一立即 然后就着急了 什么紧急会议 拜登真的一步 两步 一步两步的走 看着一点也不紧急 这走得慢慢悠悠的嘛 拜登说立即暂停休假 管国家安全的呢 在这坐下来拍了一个照 那么底下呢 骂声一骗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些都被算法 解到底 我没经过任何的排序啊 说以色列先炸的伊朗的话 叫使管 这是明确违反国际法了 以色列才是挑起冲突的那个人 伊朗有权力保护自己 那这个其实之前 就是很多人说嘛 美国也说啊 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 伊朗也没有权力保护自己 这个是个 这就是个很直接的问题了 对吧 伊朗人算不算人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那么另外那些美国人骂拜登 是老糊涂的傀儡啊 被一帮人支持的 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啊 你已经开启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拜登啊 你对美国来说是个耻辱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啊 伊朗此次的袭击的性质 如果之前以色列去炸 在巴尔斯坦老百姓的民居 之前呢 打电话 当然了 人家这个信号一边切断是吧 说不说得到的是你的事 但是IDF呢 会挑几个打电话说啊 你赶紧走吧 我们要炸你这个楼了啊 一些人呢 称呼其为文明之师啊 以色列呢 太文明之师了 那么此次伊朗的袭击 这么多关键都看着呢 当然了 一部分是他自己可能是 情报反正也会泄露的 另外一部分是 知道情报会泄露 他搞这个是阳谋 让你看到调动啊 我们之前说了四种预测是吧 排除战略定力之外 你有可能是打击军事目标 有可能是大规模的 就展示 他什么弹刀导弹 展示无人机 这我们说的第一种可能是吧 那么这有没有考虑着 就是要让你们看 就是要预告 我就要打 杨谋 那么也是解释得通的 那伊朗这回算是文明之师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 一些生物啊 对以色列的称赞 说以色列这是文明之师啊 仍然遵守瑞奈瓦协议 仍然实行人道主义 在此前之下进行反击 那伊朗这次大规模的军事集 怎么说 怎么说 人家说了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 你先打了我 你先打了我 我现在反击 这事到此为止 你要再打再说 但这事你要就此罢两 到此为止 这算不算 遵守国际协议 算不算施行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好像 确实啊 因为底下说嘛 他当时说以色列文明之师 因为战斗中发现了三只小狗啊 救了他们 照顾他们 喂养他们 直到能将他们安全的交给 SOS狗狗收容所 你又不是救出了三条人命 你跟我说战斗中救不到三个人 救不到三个人类 只能救三条狗 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 这是美国这个风潮嘛 就是你别管什么天赞也好 打仗也好 就一只猫啊 放在怀里 上CNN的头版 也是见怪不怪了 所以说你这个 一上来味儿太冲 实在是太冲啊 救了三条狗 认为那太文明之实了 太人道主义了 所以明显看出 伊朗在这方面 做的是非常不足的 你喜记归喜记 你救几只猫啊 救几只猫 救几条狗 救了之后 放在怀里 国家电视台 头版头条啊 给他一个什么 命个新的名 给他一个新的家 等他救护的好力点之后 点个什么蜡烛 送个蛋糕 重新命名一条街等等 这个会做吗 这个不做吗 所以说伊朗这方面 做的肯定是不够的啊 但是不是文明之师的啊 值得探讨啊 那更加值得探讨 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了啊 美国此次来 依然表示是非常克制 明显人都看出来 以色列希望拉美国 和伊朗下水 让美国跟伊朗打 美国呢 虽然拜登表示 铁一般的友谊 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但实际上呢 这个还是很诚实的啊 就呆在外围帮着打一打 什么无人机啊 打下来 但是实际上 也没有什么遭到直接的打击 也没有直接说参与说啊 我们准备要袭击伊朗 怎么那么着啊 所以说美国这个表态呢 也是值得关注 之后地区的局势 可以预料到的是 以色列也不会善罢甘休了啊 以色列是那种 伊朗说啊 到这就结束了啊 以色列啊好好好 听你啊 结束就结束 是这种国家不可能呢 就是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啊 是可以预料到的 更多信息的 相信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啊 将会涌入我们的视野